早上好 今天为大家来的是英比安娜花园Tamen Impiana的好消息 在安顺火箭是一元的力推下 英比安娜花园的入口处主要道路段已经铺上了新的利清 而是一元团队也已经进行了视察 我们知道英比安娜花园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部分 安顺火箭会继续监督地方政府部门 确保英比安娜花园的建设可以得到改善 在过去发展商和当局的忽略下 这里的水利系统具有非常糟糕的规划 让大家饱受水患之苦 我们明白大家辛苦了 安顺火箭定会为此做出相应的努力 与当局携手提出解决方案 让这里的水利系统能够获得改善 天气很好的星期三 安顺火箭一行人继续在安顺趴趴走 今天安顺火箭团队一早便来到安顺大巴沙和大家见面 沿路派发日历给大家 今早的巴沙格外繁忙 但也不足大家的笑容 小贩们和前来买菜的大家对安顺火箭的日历都爱不释手 安顺火箭团队也借这个机会和巴沙的小贩们了解最近所面对的问题 特别是巴沙的一些设备问题 而是议员们也会在近期内向市议会反映 用了早餐后 安顺火箭团队也到美洛花园一带的商店街走透透 给店家和路过的民众们派发日历 美洛花园可说是三大族群都经常出入的地方 很开心见到大家都能和睦共处 对团结政府及安顺火箭也赞誉有加 接下来的几天安顺火箭团队也会继续到不同的地方和大家见面聊聊天 所以敬请守候我们的脸书专页 了解我们下一站会到哪里派发日历了 安顺火箭服务队继续并分两路 来到宝津花园一带和乐沙玛纳人民祖屋派发日历 宝津花园一带的咖啡店和茶室可说是人山人海 一大清早便挤满了来吃早餐喝早茶的大家 很开心见到大家对我们的热情迎接 也感谢一些民众现场给我们的意见反馈和对时局的看法 我们都会虚心接受也会认真反思 来到乐沙玛纳人民祖屋时 安顺火箭团队沿着每一个楼层 每一户人家去派送日历 这里的人们再一次让我们看见 只要足够包容 不同的族群间都可以和谐共处 安顺火箭团队接下来的几天 还会继续到不同的地方和大家见面 敬请守候我们接下来的消息